大家好 恒指今天失驚無神又爆上去 沒什麼特別原因 我想之前跌了 所以就算美股跌 港股也叫做頂得住 30,200點現在就變成一個支持位 似乎資金未到達這個位 都不太亂反彈 反而來說30,88點反過來 阻力都大 所以暫時我覺得兩會前 都在302至308這些位 就快速上落的 會快到不得了 那就匯豐出了業績 我覺得股價就差不住 因為本身的息率不是太吸引 一些長線的投資者 應該對於他的派息政策 都有點失望 至於你說放棄美國的零售業務 從頭亞洲 港是沒用的 你做到成績回來 才再計算 整個市現在都是靠著 中移動和友邦頂住 新經濟股就開始立 要小心一點 因為NASDAQ那邊 似乎都好像越跌越多 所以新經濟股托不住的話 指數靠舊經濟股 未必會走得太遠 所以如果你說308這些位 你要無盡的話 硬衝進去 小心一點 反而來說 落到302應該可以膽大一點 等機會 那些資源股繼續做好 因為相信兩會 應該對資源股 或者舊經濟那方面 利好因素 反而會更多一點 好 極了 作詞 我愛的